因為你下班去運動完之後 你會發現自己更餓 而且有時候運動完之後 都已經可能10點 11點 你又吃完東西12點睡覺 那其實是不對的 說實在的 所以你要先去吃正餐 吃完正餐之後呢 如果是年輕人 大概休息個一個半小時左右 其實消化差不多了 就可以開始去做運動 那做完運動之後 如果真的很餓 那我們可以喝一點豆漿 或是一些比較牛奶的東西 蛋白質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做完運動 已經很晚了 我們就不要故意要吃了 因為現在很多人說 做完運動吃吸收率是增加 這是對的 可是是跟時間點要搭配的 那另外呢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吃一份的糖類運動前 比如說如果說你真的 像有一些人 他真的在運動過程裡面 他會稍微覺得說 因為他要做有氧跟無氧 他的強度有一點強 那他真的運動完之後 會特別特別飢餓的這種人 我們反而在運動前的半個小時 會建議他吃一份的碳水化 一份就是很少的意思 不是要吃很多 所以有時候真的都愛吃 一份是很少 比如說像麵條 麵 澱粉類 馬鈴薯 麵包 其實都是以碗來講 大概就是不超過半碗 不超過半碗 一口 對 一口 半碗那個麵很少 對 是正餐 然後加上一份纖維 沒有 就是在運動前的時候 只能吃 如果這時候 如果你已經超過正餐時間 然後你運動前 你會發現你整個運動 都是很激烈的 那你在每次運動完之後 你就覺得好餓 或是運動的中間你覺得很疲勞 那到時候你可以考慮一下 在運動前半個小時 真的可以吃一點點 可以吃一片吐司嗎 可以吃一片吐司 它也是屬於一份的澱粉 然後或者是半顆的蘋果 半顆的芭樂 其實都是 然後另外呢 其實剛剛提到就是說 因為你怕你做有氧運動 或無氧運動完之後 其實你體內會產生一點 微量的自有機嘛 這時候你反而可以在運動前 就先補一些 因為像維生素C 維生素E這些 它吃進去之後 它可以在你體內停留 大概是5到6個小時 所以你吃完之後 剛好休息一下運動 所以它可以幫助你在運動過程裡面 消滅這些自有機 所以你可以選擇 像剛剛的水果 你也可以選擇 維生素C跟維生素E高的 蔬菜水果都可以 像奇異果 芭樂 或是有一些蘋果 或是堅果類 那也不要太多 就是一小把 或是兩湯匙這樣子的量 所以這個是運動前 你可以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會吃到憂鬱 那個堅果都要拿筒的那種 所以永遠你減肥都不會成功 就是這樣啊 就是忍不住嘛 然後運動 堅果吃一開始 那一小的那只是開胃菜 對啊 所以其實你知道嗎 運動後之後才是你的關鍵 其實運動後 就是要在半個小時 或最晚 其實一個小時內就要吃東西 這樣才是不容易肥胖 所以如果你運動完之後 剛好是比如說是 7點 晚上7點好了 那你要吃 其實我們是可以吃的 因為你可能12點才睡覺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怎麼搭配 澱粉搭優質的蛋白質 那這時候反而 很多人講說 運動完要吃蛋白質對不對 其實主角不是蛋白質 主角是澱粉 其實是3比1的一個比例 對 主角是澱粉 因為你其實不管做有氧跟無氧 其實都會燃燒到 你體內的肝糖 所以有時候你這個運動完 會特別的疲勞 甚至於這個疲勞 會影響到你下一次的運動 就是會讓你覺得 太疲勞 你可能就不運動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建議就是 在澱粉的部分 其實它可以迅速的 補充你的能量 它不會轉變成脂肪 而且澱粉可以幫助 你的蛋白質的一個吸收率更高 所以其實反而 我們在最近的一些研究 包括體育系 我們在建議就是說 澱粉才是主要的 但是你要吃的是對的澱粉 你不能吃那種含糖的麵包 或者是說什麼餅乾蛋糕不是 不過你這個運動後 這個算正餐嗎 這個是如果說運動完之後 真的有點餓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吃 但是不要離 就是 其實有個原則是睡前兩個小時 OK 所以如果運動前吃過正餐 運動後不餓 就不要吃 其實也沒有必要特別補充 因為你已經運動前吃正餐了 其實現在在國外的建議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減肥 你在用正餐前 大概兩個小時之內先去運動 為什麼 因為先去運動以後 你肌肉的血量量會增加 那這個時候這個效應 大概兩個小時之內還在 這個時候你就吃你的正餐 這時候吸進來的葡萄糖 會跑到肌肉這邊去 肌肉會 它會抓取血液中的葡萄糖 把它抓到肌肉細胞當中 所以就比較不會跑到脂肪那邊 去合成脂肪了 這樣了解嗎 對 所以這個時間點可以這樣來掌控 還有一點剛剛他講說 你們都以為說要健身 要長肌肉都一定要吃蛋白質 沒有錯 蛋白質是很重要 但是你們知道嗎 要刺激肌肉生長不是蛋白質喔 刺激肌肉生長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肌肉的拉扯 運動對不對 第二個是 抑倒素的刺激再加上肌肉拉扯 肌肉才會 蛋白質會增生 所以吃糖分才會有抑倒素 所以剛剛不是講說澱粉很重要 就這個道理 你要長肌肉 其實應該要補充澱粉才對 但不是精緻的 對 不是精緻的 了解了 好 接下來減肥老方法第四個 好 我們來看第四個方法是 我覺得髒身 髒身 其實有後面兩位缺其他 四位都是差的 如果吃很多 一隻跳繩哪裡會瘦呢 對啊 就像侯聰明一隻跳繩不會瘦 對啊 因為他吃很多 很好的例子 很好的例子 對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跳繩減肥 我覺得跳繩會 膝蓋會受傷對不對 對 而且如果很胖你這樣跳 剛才說的腳底也痛 你的膝蓋也痛 有在聽耶 有人傷害大 對 真的有在聽 所以我覺得傷害大於減肥效 你真的不是只有聽真方達而已 其實全部都有聽 像是所有題目有關於老 我這次要參加 好… 所以是要致敬了 不要學了 觀眾都起立了 不要學了 其實我以前是練跳遠的 這問我這才太對了 你知道我們那個人 就是我們體重這樣下來 承受那個力量是十倍以上 如果說我們七十公斤的話 那是七八百公斤耶 破一千公斤 所以對膝蓋是非常非常傷的 尤其你年齡到的時候 你骨質疏鬆的時候 你跳的時候其實 對啊 好恐怖喔 你那個跳遠是很大的注意力 可是跳繩也有 跳繩你只在原地 輕輕的這樣子人家 不是 而且那股是 你膝蓋是受傷吧 膝蓋傷 膝蓋傷 所以你認為它不是一個好的事情 不是 沒辦法縮身 我覺得 只會受膝蓋 可以受身 沒有錯 可是對身體的傷害更大 我覺得反而不好 得不償失 我換成中立好了 因為我原本覺得是對的 但我原本覺得是對的的時候 原因是 我之前有去打拳擊 然後打拳擊的時候前面的暖身 老師都是帶那個跳繩 那他也有講過說 如果真的膝蓋不好的 你就原地那個 原地跑 因為跳的 對膝蓋的傷害的程度 會比跑步來的更多 可是他除了就是 心肺功能會馬上加速之外 我覺得他受身一定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運動 只是說光做他在家裡 如果跳二十下三十下 那也不會減肥 就是要有一個量 對 也要有一個量 然後有配套 就像上一題 有氧配無氧可能更好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是中立 可能要加三回旋 四回旋那種 那好難喔 花式嗎 因為三回旋 四回旋 那就是無氧了 對 因為有在橫空摳住 對 這是核心肌群要有力 無氧 其實你們講的都有道理 對 因為你們都 不曉得 怎麼 怎麼那麼難啊 這樣文字缺很差 對 這個答案應該是 你啦